Hello 大家好 妈妈清姨 今天我就和你分享糯米鸡 材料我们有400克糯米浸了 要么就浸4个钟 然后有素 你看我喜欢吃什么 有羊肉 大约100克 沙烧 大约80克 咸鸡 是60至80克 冬菇 你看你爱多就爱少 我这里有多的 浸多了 浸多了你不用怕 你要腌了 你先烧了才拿来做糯米鸡 浸好了 你就放一些Mushroom Seasoning Pepper 麻油 还有少少生粉 你先烧一下 拿去蒸一下 蒸一下就拿上来 然后有多呢 你就放回 那个Tupperware 放冰箱 然后你拿来煮什么都可以的 有Pepper 还有2Tbps 那个蚝油 1Tbps 多一点那个蒜米 然后我搅拌了 然后我搅拌了 有麻油2Tbps 然后黑油1Tbps 然后有盐 半匙羹盐 我就搅拌了 还有2Tbps麻油 所以我们稍后炒一下 然后拿去银子炒一下 让它很香 然后拿去银子炒一下 让它很香 现在这个浪米 我现在放一些季度 拿下去 醃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爆香 黑油是不夠黑的就加黑油 我這個黑油不是很黑的 這幫鮮女排的黑油 所以我就加一些黑油 這幫我買到這個鮮女排不夠黑 不是BLED 我會幫你做成小鮮的 我幫你做到來 很好看 AK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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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拿去锅里包给你们看 现在我开锅我放些蒜米进去 然后那个葱头油我倒一点 炒香的葱头味 然后我们就爆米 如果不吃蒜头的人 你就放一些姜蓉 你可以搅一些葱头 炒香的葱头也可以 好啊 蒜米差不多黄了 我把米倒下去 让它爆一下 煎水 煮粥 煎盐 煎 煎 爆香 煎 煎 煎 煮了水 放上去 剛才倒進去 不是因為有很多水 我醃了米 所以現在已經乾了 做到差不多 閃亮 乾 我們先放上去 我先放上去給你看 現在我們做好那個米 炒好 我剛才放上去 所以現在我們就放凍菇 你可以用天火也可以 你可以用大隻的碗 好像這樣的 好像這樣的 糯米雞碗也可以 現在我把冬菇放進去 冬菇 炒至少少的蠔油 那個 那個 蜜 你放一塊 放一塊 然後這個是叉燒 我放一塊 然後這個是一塊的鹹雞 這樣 然後我就把米 放進去 你不米下去 你就可以弄緊 這樣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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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放兩根 這些鹹雞 不夠汁 這樣 這樣 就可以了 就這樣 然後拿來蒸 這樣 你弄緊 就可以了 好 OK 嗯 大隻 我又給你看 他又做了冬菇 冬菇 然後 羊 一塊 一塊 叉燒 其實那個 料呢 你自己喜歡看 擠多擠少 你喜歡吃料多些 你就擠料多些 你不喜歡吃那麼多料 你就不愛擠那麼多料 好像這裡 他們喜歡吃冬菇 我擠多一顆冬菇 下去 這樣 所以就擠下去 咪 擠下去 你就可以弄緊 它 就擠兩根 這個醬汁 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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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的糯米雞 蒸好了 就是這樣 我蓋上來給你們看 看 就是這樣 你看 多漂亮 你看 你就擠一些蔥花 這個就是我們的糯米雞 擠一些蔥花 就漂亮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就是我們的糯米雞 素食 好 如果你們喜歡 就給我like 和subscribe 再見 再見